看到伦敦奥运游泳金牌选手孙杨 昨天在杭州因为无照驾驶和公车发生了擦撞 被罚款并遣处行政拘留7天 而重点是呢 他已经被所属的浙江体育技术学院 停讯竞赛了 这已经不是孙杨第一次无照驾驶 所以发了大陆舆论的争议 而这位奥运金牌选手不只要停讯竞赛 并且也要停止一切的商业活动 孙杨事后在微博上发文致歉 他表示要反省 也希望大家给他一次改错的机会